看影片 好那我們第三場直接開始 然後因為剛剛已經說了嘛 我們可能是看一個段落 我們就開始 開場 一個遊戲最重要的就是開場 我們開場還是要仔細的看 TPS五個人 欸這個四個人嗎 還有一個人躲哪裡 一個人在中路 進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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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維一個旗子 蜘蛛街W兩邊一個會戰 射聯西勾到了札克 球女套盾虛弱的札克 札克一個1可是被虛弱的1 兩邊各種骰線各種骰線 FIRST啦球女送頭 喔這個兩邊打得好激烈 欸其實你知道 你知道這個打起來很奇怪你知道嗎 對啊 右邊只有一個點燃 然後酷奇、瑟雷希、狗頭人 跟菲斯、索納、凱特林、家文、札克打 自殺啊 好啦沒關係 自殺 那我們自殺完先收了一個頭 我們接下來快轉 自殺完以後 這個家文 直接搶藍buff 非常的兇狠 狗頭連藍buff都沒辦法吃 那狗頭在幹嘛 狗頭直接回家了 狗頭回家了以後 他的隊友來搶人 狗頭不是講狗 狗頭是一個逆EU 這蜘蛛也是一個正常的開 把 對面的buff吃掉 兩邊都拿了一個buff TPS給了一個逆EU啊 其實也蠻適合的啊 狗頭的逆EU其實不錯啊 不過他唯一的缺點就是 怕點塔 就將狗可能要趕快去幫他啊 這蜘蛛還在那邊吃飼鬼啊 三郎 那三郎吃對面的三郎 那家文也在吃個紅 對 那究竟我們 啊他回家了 他為什麼不想要gank一下那個飛絲啊 還是因為他有跳呢 gank飛絲 不要再 對 gank飛絲的成效也是不太好啊 重點是他趕快回去守下路啊 他應該從家裡出來就直接往下路走 應該是這樣 因為下路塔不能掉啊 啊你看他直接往下路走 好他往下路走以後 我們又要快轉了 我們又快轉了一點點 拿這個家文一個神奇的戳 欸你要不要轉回去一點點啊 家文從哪裡來的啊 好這個家文從後面 非常神奇的過來了 飄過來的 好那現在 家文在那邊stand by 不太能代夫 因為蜘蛛也來了 家文在那邊可能逛街啊 那代夫他Q了一下 蜘蛛跳了一下 啊好可怕喔 這個家文也是走了 好家文走了以後 我們再快轉一下 上路 這個月蜘蛛 因為家文沒過去幫啊 塔的血量被點得很厲害啊 現在頭還是1比0啊 我們再快轉一下 然後 家文來到了上路 幫札克補了一下位 這個塔應該快掉了 塔應該快掉 塔升一點點血 所以家文必須要長期住在這裡才能力保塔不掉 好那我們再快轉 我們再快轉一下 我們再快轉一下 好再快轉一下 好看來這一波 可以把塔點掉 塔點到有個牆開嗎 我要這個密子勾 沒有勾到 沒有勾到的話 你就沒辦法開 蜘蛛 在這邊有個紅眼 也是 狗頭人很明顯是手塔強啊 對 他的1只要到達2等3等 這狗頭人真的是一個奇才啊 欸他的1是什麼啊 就是那個 清兵啦 就是那個一個綁 空物魔綁 23 喔這個 一個失誤啊 一個拉法沒丟到蜘蛛網啊 一個拉法沒丟到蜘蛛網啊 一個失誤啊 好現在這個 很激烈的戰爭 過來了 大陸狗頭 繼續 我們跳 好這個 TPS一轉眼就要吃小龍了 一個狙擊 TPS把小龍順利的吃掉 TPS把小龍吃掉了以後 我們快轉快轉 Mistake在這裡 TPS這個藍守得住嗎 這個藍看來會有個大會戰啦 因為對面下路也都急了 菲斯也過來了 札克也過來了 看來狗頭恩的TP有 看來這次的大會戰啦 這個藍看來兩邊都不會放 喔菲斯 Mapple 鳳堂歲月 Kunnyol 啊這個 一個空大 札克 被製作要躲掉 喔菲斯 台比小飛 QE WQ 這個狗頭恩 狗頭恩 狗頭恩好猛 狗頭恩 求你大兩隻 狗頭恩收頭 喔TPS 雖然我記得他們就兩隻輸了 不過這時候還打得不錯啊 菲斯 我看能目震口呆啊 球女 球女一個緩速 蜘蛛 一殺蜘蛛 喔這個漂亮 菲斯直接把 菲斯也死了 這樣也不錯啊 因為菲斯其實那個時候已經死定了 是 這是一個3萬2的戰爭啦 3萬2嗎 可是攝影機剛出來耶 看來是個3萬3啦 3萬3也是個平盤啦 這個蘭Buff沒了嗎 還在 然後那也是個平盤 一個交換 喔我們直接快轉 這個時候忽然間 畫面轉移到了 鴨中塔 鴨中塔的話 也是狗頭龍跟札克在上路龍啊 剩下的鴨中塔 那我們再快轉一下 喔這個快轉還在中塔 那怎麼還在中塔 喔這個上路一波交換 中塔還是持續在逼 我們快轉一下 喔這個藏路還在逼 上路也是個各種精彩的打鬥啊 這個狗頭人看來也是農起來的 這札克完全不是他的對手啊 然後這個中路 也是各種神奇啊 喔一瞬間小龍又出來了 這個TPS各種吃小龍啊 這個小龍又進入TPS囊袋裡面 吃了兩個小龍啊 現在經濟的領先可以到2000塊嗎 吃了這個小龍 被一個聚集箱 加油沒抽到 札 札克跟加油兩個一起起來非常漂亮 菲斯直接抓到攝影機 菲斯也臺平小飛 可以再抓到球女嗎 不行 球女在中間被 臺平射得很痛 菲斯被擊殺了 球女啊 這個突襲在後面 也是被各種 佳文跟 札克突進 喔這個佳文 這個虧 雖然說吃掉小龍 可能虧了三個頭啊 1萬3 虧了個小龍 感覺現在 我覺得這個札克這版 真的有點太OP了 這一版 欸我發現你越 越進入那個賽評的狀況 好那我們再加速一下 欸你是敢下班還是啟動專業模式啊 這個 好這個 感覺現在 經濟的差距 也是持平啊 持平現在就是個平盤啊 圖騎一個緩速也是 我們看他圖騎的CS啊 這看不到啊 因為他在最下面 我們看他圖騎的CS 感覺他裝備有點爛啊 其實 就是 其實還算可以啦 反正圖騎輸CS 圖騎也不是靠CS在玩啦 圖騎就是 各種神色啊 好我們再快轉一下 啊 這個兩邊回家 回家也是一門藝術啊 好現在 這個 上路也是推塔 這個各方面都在推塔 這個下路現在在比塔 這個非常的精彩啊 現在在比塔 這個選擇了回家 蜘蛛選擇回家 那這個下路可能又打不起來啊 那 兩邊也是很保守啊 打了26分鐘9比9啊 除了剛剛那個小龍的會戰比較精彩以外 這一波 感覺要打囉 兩邊都五打五集合了 喔 飛絲調皮小飛 風塘騎的飛絲真的是各種靈活啊 為什麼叫他調皮小飛 因為他是 飛絲的錯話就是小飛啊 然後他很調皮 喔 對 我想說你剛剛什麼意思講的話 好像沒聽懂的東西 喔對對對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 他特別會捕魚啊 陷刀海膽 那請問蕭皮的筒蛇叫什麼 小飛最喜歡吃海膽 陷刀海膽 好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啊 什麼 筒蛇最喜歡吃什麼 蕭皮的筒蛇是什麼啊 筒蛇問不知道是什麼啊 我們快轉一下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再快轉一下 觀眾說你現在是想買雞排的問題 你各種惡啊 還是9比9啊 你不要說我惡啊 我這個真的沒有打 真的沒有打起來 兩邊就在互相農啊 你看這個比數還是9比9啊 好是沒錯 好這個感覺要看起來了 狗頭會一個恐懼 這個 球女直接一個閃現 雜客輾一邊 雜客輾一邊 雜客輾一遍三隻 兩邊一個切換 非斯瘋狂的抓 尬JJ沒有抓掉 凱德里先射捨球女 尬JJ也又被圖進 雜客好強 雜客應該在對面談好幾個啊 雜客 被得到國家的活動 我覺得 這個 這個版本雜客真的太OP 你看他一個人談幾個人啊 好啦 這個 Triple kill 凱德里各種收頭 Triple kill以後也是個141 然後他中塔是魔掉 雜客真的是超猛的啊 然後把中塔推... 內塔拿掉欸 現在開始TPS 要開始重惡巴龍了嗎 好往那邊走一個重惡巴龍 巴龍非常的重惡 快速吃巴龍 巴龍非常吃 佳文從那邊走進來 陰險的嘴角 帶著沉默的笑容抽到了 札克直接跳佳文關掉三隻 佳克掉兩隻 菲斯點了一個驚人 然後札克索拉大到三隻 索拉大到三隻以後菲斯先收掉了 菲斯先收掉了摔星 再去收成女子 哭其球女全部死光光 然後接下來 隊長摸人摸他的鼻子心想完蛋了 輸了 就是因為那隻眼 這個巴龍 今天我要當戰犯了 可是戰犯還沒有結束 沒有這場就輸了 覺得啊 忽然間 拒絲球開始跳舞了 騎士雄全部都在那裡 興奮的揮起了雙手 騎士雄取得了一個勝利 好 我們的影片就撥到這裡 好 那我們最後接一個call in 哈哈哈哈 我可笑死了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就接個call in嘛 沒有你先做一下最後講題啊 剛剛其實也不用講一點什麼 就是最後的巴龍call啊 掉了中塔想要用巴龍換回來 結果最後巴龍一敗塗地 就這麼簡單 直接飛一波GG 巴龍的那個被偷巴龍 真的是一個致命的失誤啊 好啦 我幫你補充 其實就是因為那個 那個紅眼差在 就是他裡面還是綠眼 其實你也不要怪眼睛 因為 沒有 我跟你講 如果嘉文沒有偷到眼的話 嘉文可能會死掉 他也沒有辦法那麼果斷的衝進去 我問你TPS的江國是誰 小安啊 他的角色是誰 考裡面也不懂 蜘蛛 對蜘蛛 蜘蛛的Q其實有一個斬殺的效果在啊 所以被偷巴龍也不太應該啊 因為 巴龍有一個 等一下 斬殺是什麼 斬殺就是 斬首的意思 就是 比如說 直接把他收掉嗎 對 就是蜘蛛這個角色 他可以斬首別人 就是斬首巴龍 因為蜘蛛是一隻動物 巴龍也是一隻動物 動物打動物可能有一個加成 加成的效果 好 瞭解 那個Q啊 打動物有一個加成的效果 好 那我們 先進一段廣告 你 我不是要接call in嗎 call in再說 好 快點 快點 快點